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办公室 就是叫我们把我们大良山的特产带出去 就是做这个直播 我们平时也在做直播 就是说如果是这个业务 直播这个业务可以了 你们到时候过来的话 就是衣食住行都可以找我娘夫妻 真的各界 因为你想一下你们 你们一次又不是说所有粉丝全部来 对不对 也是咱们几个个个姐姐叔叔阿姨 你们可能今天你来 明天她来这样子的 对不对 又不是一下子来 那这个还是能够支持得起的 对不对 过来了 带你们一起了解一下我们遗族的风俗 然后逛一下我们这边的风景 然后来我们这边吃吃喝喝玩玩乐乐 其实两三天三四天没问题的 对 一个喜喜能吃吧 我们这边玩个遍了 吃个遍了 是的 我家小宝宝等你们来的时候 应该都可以走路了 哥姐 对 等你们来 你们可能也要到明年去了 她都会走路的 她都会喊爷爷奶奶叔叔阿姨的 不不不 那个老相是这样的 我的意思呢 这个是我们的一份心意 既然你们过来了 就不要说什么不花你们一分钱 就是你们过来以后呢 其实相当于也是跟找我们过来一起玩嘛 对不对 对那我吃的住的东西我们你实在过意不去咱们也可以一起分担那么但是你只要只要过来原则上是我们两夫妻来给你承担这个东西的只要你们过来找我们那原则下就应该是我们两个去给你们请客 而且我而且我现在也要把这里把关系给打好知道吧因为我们这边有别墅啊什么的我跟那个老板把关系打好的话到时候你们过来这别是有可能还免费呢 因为我们大厦里面也有很多这种玩的就是吃的吃的地方都是可以过来的然后你看也花不了多少钱啊各姐们对啊 可以啊是啊如果过来的话我建议几个时间段一个是冬天冬天的话这边下雪特别特别舒服下雪它不冷下雪不冷是我们大历是一个有雪但是不冷的地方然后呢还就是还有一个是夏天过来就像七月份的时候火把节你们前两天也看了嘛是不是哥姐嘛对都很好玩就火把节或者是我们这边过年或者是冬天这三个时间过来对比较好 你们说山货卖吗不是的啊那个老宋可能有时候也会卖山货但是呢啊主要是这边的农特产啊我们这边一位农民伯伯他们呃没有这个销售渠道我们就可以帮他们带这个货码把他们的货卖出去我我不是给你们说了吗有时候我们这边那些核桃那些五毛钱一斤都没人要就是我们想把他们好的这个核桃然后给了哥哥姐姐们啊然后大家一起就是你们也拿到优惠了然后咱们农民伯伯也增收了吗 就这样子的对哈哈哈哈 城华爷我要来明天吃饭 可以啊明天来也可以明天就过来吧明天来的话我们给你做向导 哈哈明天来的我们给你们做向导 还没有呢那个老宋还没有呢就是我们现在也在征求咱们哥哥姐叔叔阿姨们的这个呃就是 就是征求大家的意见嘛就是做这个事情 然后因为我们这段时间的话呃其他的特产没有多少了可能核桃有 所以说呃要给各个姐妹 可能就是刚开播的时候领导应该会在我们后面看着的就是有点多多少有点点小尴尬 就给你们痛一下气啊就说那个核桃的话我们暂时这样子的啊因为大梁上这个核桃是 今年的这个投计核桃嘛 然后是39块95斤然后给你们包邮 然后就问一下你们有没有这个 核桃需要的有需要的话你们可以 打一个 啊然后呢就是提前跟你们做一下沟通 以免到时候那个领导来了 哎呦你们两个年东西都卖不出去 你们 你们还要我办公室干啥我们就担心这个问题是吧 哥姐吗 因为这个你看哈这个 对是今年的今年的核桃来的 你看这个这个场地是他们就是政府给我们的领导给我们的就想让我们做一下这个直播带货吗 就这个意思啊 然后呢就想跟哥哥姐们痛一下气啊 我们性价比高一点便宜一点给哥姐们这样子的 对 对啊 哥姐们他没有点关注的左上角也可以点个 关注然后呢 阿吉跟一左的话就平时就给你们带点我们这边山货 然后呢也带你们看一下我们这边的这个风景啊 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 我们都会给你们 汇报一下的有芒果的有芒果现在有芒果 但是他刚刚给我说了他说芒果 6块钱一斤啊 芒果有点贵 对6块钱一斤 那个那个烟香芒果不知道哥姐有没有吃过 烟香芒果 烟香芒果你们应该知道吧哥姐吗 他一斤 卖都要卖6块钱 对卖6块钱 我觉得应该卖给你们应该 你们觉得贵不贵啊哥姐吗 太高 6块钱一斤然后5斤 基本用5斤来算吧对不对 56030了再加15块钱的运费就45了 然后再加个包装 49块钱的就占了一两块钱 我们两个就在卖个49块钱 我们两个都只能这个1块钱1块钱也没有 都没有的 对啊1块多钱 是这样子的 对49块钱 你应该会觉得贵一点了 49块钱你们这样算下来都 一斤都要到10块钱 所以说我们两夫妻以后给你们带了肯定是我们自己 就是衡量过了性价比高的我们才会给你 而不是说那种很贵很贵的东西 你们超市能够买到的那个价格能够买到的我们还给你卖 那说实际上那些农民他他他就算烂在地里我们也不管了 对啊他 我们只帮助那些确确实实销售比较困难的 但是他又 确实想卖出去性价比又比较高一点 你你你你你卖 你卖个10多块钱一斤给我 那你不是 拿我靠棒棒吗 对不对各个姐妹他也不会卖 那第一我们这一关过了 然后才会到各个姐妹手上对不对 这一关我们一定要把质量和这个性价比把关好 价格要把关好要不然的话你到你们手上来价格很贵说实到我那俩夫妻心也过于不缺 对因为我们两个现在在大厦里面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不太知道你们外面那些大城市的那个物价 就每次卖卖个什么 先问一下你们先问一下你们贵不贵然后看一下你们需不需要 反正咱哥姐妹觉得贵咱就说了要么就去砍价要么就不卖就这样子 你们就直接说贵不贵 然后我们就看一下 去要不去砍价要么不卖 确实这样子 只能这样子 那个 老宋还没有呢 现在可能过一段时间才卖那个核桃吧 这个不要租金 这个不要租金就是政府给我们的 这免费提供的 我刚刚我刚刚一进来他说他前面不是说给我个惊喜吗 我刚刚一进来我都以为是假的 我刚刚还在想他怎么带我到这个里面来 人家不会拔也不会娶我们 对呀 就是今天 本来昨天不是直播吗说给你做一份惊喜 惊喜就是这个知道吧 就是今天啊 我们这个办公室的话是政府免费给我们的 当时就我花了一个星期一直在跟他们沟通个事情然后布各种各样的家具 然后今天就是 就是第一天给依佐说说 就转变一下他的角色 把他带到我们这个办公室里面来 这是今天给依佐的一份惊喜吗 对 对 货尔珍价值才能做到生意长远 我们也是这样子考虑的 如果真的说实的话你今天生意 不好 到时候伤了哥姐们的心 说实到这个对我们来讲也没有什么好处 对吧 一个是 质量 一个是价格这个一定是要和三好的吗 对这个一定要 对 看 对广东 广东也有芒果的 广东 广东那个路边都是很多芒果是不是哥姐们 特别是中山 对 那个路边那个西那什么排气 就就是那个行道树用的是芒果 我看 我我当时去的时候我我剪那个芒果吃 我去广东的时候 好吃 那么有点像小台吗那么小的 然后他是长在那个 长在那个路边的吗 就是用来用来吸那个汽车尾气的吗 对 我当时剪那个吃 4.5斤 4.5一斤 4.5块钱一斤的意思 4.5斤什么 玉萍姐姐你说4.5斤是什么意思 嗯 对 确实要不美价廉 农产品你太贵的话 当时那个 就在那个地方他们有一个那个 那个火龙果基地 他那个火龙果16块钱一斤 我靠16块钱一斤 我现在不说我 我们挣不挣得到钱 光是成本在家邮费 我说实在话 绝大多数的人他都不会买的 你火龙果再好吃 难道吃一个能成仙吗 15 16块钱一斤 15 16块钱就两三颗 15 16块钱一斤先不说了 还有个100多块钱一斤的 对啊 还有一百多块钱 火龙 这叫燕窝火龙果 燕窝火龙果 不知道哥姐有没有吃过 这是白色的 然后 100多块钱一斤 对 来我把这个放过来一点点 咱们 弄一下 茶哥姐们 我看一下这样子 这样子 然后一斗你坐过来好不好 看到吗 应该看得到吧 看得到 是我 来来来你坐这边 我有点远 我看不到字幕 我给你坐泡泡茶 光说话去了 都忘记泡茶了 过来一点 哎呀 来来 转一下转一下 转一下 咱俩夫妻也 喝一喝 可以吧 哎对着我 哥姐妈 这样子能看到 广东芒果三块钱一斤 三块钱一斤 这个价格可以 这个价格很合理了 三块钱一斤 再贵也不行了 我们这边它平时卖的比较 就是比较多的价格 就是10块钱三斤 就是一滴几三块钱这样子 这种小台芒果特别小的 然后 我们这边还有一种一种 腌虾 呃 腌虾 腌虾芒果 虾芒果 虾芒果 普通话又偏了 腌虾芒果 那个就确实吃 腌虾 确实有那个味道 但是那个有点贵 那个的话要 现在五六块钱一斤 那个的话 4.5斤25块9 是陕西未南 我觉得这个价格合理 4.5斤29块钱 我觉得这个很合理 这个价格很 很OK呀我觉得 嗯 4.5斤 4斤一几多少钱 5斤除以25 一几五块钱那样子 大概啊 这样算起来 对 这个挺划算的 就是 你看人家一起把那个预费加在里面了 才要这么点钱 那这个也是挺划算的 对啊 欢迎啊那个还靠近一点点吧 各位姐妹太远了 看不到字 戴了眼镜都看不到 你说我这个人 我倒是看得到 哈哈哈 来过来一点吧 哪一刀呢就好 猪海虾就在 0.45元一斤啊 好便宜啊 我觉得真的 太便宜了吧 我这个人后我是 挺喜欢吃香蕉的 但是 我们这边香蕉最便宜都要10块钱 3斤 对 然后有时候 其实我们这边好 好就好在哪里呢 就是 好就好在 这边的这个气候条件比较好 水果比较 比较香比较甜 嗯 这个是比较好的 在我们这边的话 我们这边香蕉最便宜的10块钱3斤 对 这样子 我都不敢不敢买太多 一把都要二三十块钱 这么一小把都要 有点贵 这边的话 有些确实它还是蛮贵 但有些东西它比较便宜一点 然后那个蜂蜜啊 各位姐妹 你们有没有想吃那个蜂蜜的 就是纯野的那种蜂蜜 就山山那些浓密勃勃的 我跟你讲 那个蜂蜜价格有点贵 我不知道你们平时买蜂蜜多少钱 正宗的哈 就是那种就是山上的那些 爷爷俩他们自己养的那种蜂啊 100 160一斤 嗯 那个那个 那个蜂蜜160一斤 真的 按住关键是工 我吃过去了 对啊 好贵哦 那个蜂蜜真的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吃过这样的这种蜂蜜 就前两天我不是去山上吗 那个那个爷爷他养了几十我那种大蜂子 就是几十我几十我蜂蜜嘛 然后我问他价格 到往年他卖的是100 150 160一斤 哇 好贵的 太贵了 对 我二伯家他不是在山上也养了很多个吗 对啊 到时候你二伯家那蜂蜜成熟了我们可以帮他卖一下 对可以 对吧 但是他那个的话可以给他讲一下价 假假 假便宜一点是吧 坑自家人 坑自家人你看 老宋说买 买过120斤 对就是那种纯野那种蜂蜜 因为现在其实有很多蜂蜜它是用那个 那个那个糖 那个糖去 假接出来的 还有一种就是让那个 蜂子吃那些甜的东西 他不让他去采花知道吧 然后他那个蜂蜜做出来就 特别的晶莹剔透 但是 从那种野 野的就是这山上自己养那种蜂蜜一般都是有点偏黑偏黑的 对 我们这边应该 100多一斤还是买得到 对 他很多很多他 卖不掉卖不掉 七八百 他几一几都有 是啊 就是很多很多就是 很盛产那个蜂蜜的那间段 因为他们自家人吃不完的话 就是实在卖不掉他会 刚开始 他高到肩上要贵一点 然后后面就是 晚上的他卖不完他就要便宜一点 对 来宜总喝茶吧先 哥姐们来咱们喝点下午茶吧 哈哈哈 过一下 过一下沿海地区的生活 平时真的我们四川是没有这种喝茶习惯的 要是在广州那边待的时间长了以后就有这种喝茶的这种习惯了 都给 都给人盗版了都让人走 现采现发对 就是现采现发到时候你看那个这样子 那个二伯家那个蜂蜜成熟了 我们到时候直接去二伯家那里去山上去直接直播 可以呀 对那个那个时候就可以了到时候 我们直接 那个采下来从风 风草里面 采下来 我们就给他熬都不用熬直接就给他装装好 然后就直接就把那个标贴着就发了呗 就这样子最好呗 因为我不行 因为我这边其实有很多这种专门养蜂的各家们的这吧 专门养蜂他用那个大卡车拉着那个蜂 然后全国到处走 那种蜂蜜不好吃 我们吃过的 我觉得各家们 你们要是买蜂蜜的话 你们可以不要买那种 以及给你们熬成吃的那种 你们直接买那种就是 有蜂巢的 从那个蜂巢那边取出来 有蜂巢 有蜂巢一片一片那种 那种是 最最 对 最不会造假的 也蜂蜜是最正宗的 然后各家们 我我给你讲一下就是 你们应该也清楚 你们买过蜂蜜的应该都知道 像蜂蜜的话 有好几种有些那个29块9500克一斤的都有 你知道吧 嗯 29块9500克一斤的 那什么蜂巢蜜 精一剃厚的看起来没有一点点瑕疵那种看起来 29块9那种 29块钱一斤 对啊 哪里买到这么便宜的 什么抖音上面有啊 但是那个肯定是 不对那那种风 你现在 你说29块钱的风它肯定是有问题的 那种肯定不行 然后吃蜂蜜的话你要看一下那个里面有没有这种 这种 就是 老蜂巢嘛 一般都是比较偏黑一点的 有点然后它是不均匀的里面的糖它是不均匀的 对里面糖它不是说全部都是满的 对 它有些稍微 多一点有些少一点 对有些黄一点 这样的 我们现在这样讲 可能不太清楚 我们到时候如果我二伯家那个 蜂蜜要 采收采收 采收的话我们到时候带你们去看一下 如果山上往好的话 直播间68一斤 68一斤应该也还可以 对 68一斤应该也是正宗蜂蜜了 对 但是可能质量也也有不一样 这边的话我不要问 它价格就是很贵 而且它因为它是属于这种 在高山上的 因为我们说这种野蜂蜜 矮山很少的 矮山是种 就是矮山是养不出来那种 正宗的这种这种高山蜂蜜的 高山蜂蜜的话 因为它要在海盘2000米左右的那些地方 那些地方 他的蜂子 他如果在矮山地区 他热了他受不了 他就他就会跑掉 所以说矮山 它是养不出来好蜜好蜂蜜的 所以说一般都是在海拔比较高的 那些比较冷一点的地方 现在他二伯家 你二伯就是我二舅了 对不对 就是我 他二伯家就是在山上去养了很多蜂 他那些蜂全部都是山上捧下来的 知道吧 就是有些蜂他会是野蜂吗 他直接捧过来用糖或什么东西 把它吸引进来 然后自己弄一个什么 什么那个蜂箱 把它装起来 这样子的 嗯 然后这种的话味道就很好 对 野蜂蜜和野蜂蜜不一样的 对 痒的和野蜜 味道都不一样 吃起来味道完全不一样 吃起来味道不一样 然后那个 那些什么 营养那些都不一样的 我吃他们那个什么 什么说什么那个 桂花蜜呀 断树 断树蜜呀那种 一点都不好吃 我们尝过了 而且他应该还卖的贵 上次我们不是买了吗 50块钱一斤啊 我们买了两斤啊那个 那个后面不是都没吃着就给他扔掉了吗 没吃完那个 对啊 那那就不太好吃 那种 我们这边50块钱一斤里也不好吃 对 来一座 喂 老板娘干杯 来 老板干杯 怎么样 味道可以吧 这是什么茶呀 这个叫 哥姐们你们知不知道 这个茶是什么 来给哥姐们看一下 这个是好喝的 其他的太苦了 我不太喜欢喝 因为我知道女生不太喜欢喝那种 苦茶嘛 这个这个好喝一点 来给哥姐们看一下 我不喜欢喝苦的 这个应该很多哥姐们知道 特别是广东的哥姐们应该有知道这个东西的 来给你们看一下 来知道这个是什么茶吗 哥姐们 这种圆圆的 像一颗 一颗颗石头一样的这种 看到没有 有知道这个吗 哥姐们 给一座科普一下 这个是什么茶 哈哈哈 我真不知道 我就是我 我就说他今天泡这个茶不苦 有点糯米的味道 对 这个这个挺香的 喝起来 我平时 有时候他们喝那个茶 我感觉有点苦 我就不太喜欢喝太苦的茶 哥姐们有知道吗 有知道吗 哈哈哈 就刚刚那个 像一颗一颗的那个小石子一样的那种黑的 喝起来有点有点糯米的这种味道 这个这个还挺还挺好喝的 对 哥姐们不知道吗 糯米普尔茶 糯米普尔茶 啊他也是属于普尔的一种对应该是属于普尔的一种对但是他那个名字名字的话不叫糯米普尔茶它是属于普尔的一种来的对 啊就也不贵也不贵的淘宝上很多这个我的一盒就30多块钱吧我的话我还比较喜欢喝这种味道的那种其他太苦了我不喜欢喝这个叫这个叫碎银子啊 碎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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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叫碎银子 小碎银子 碎银子 是吧 这个跑来跑去的话不得有点重对要是胖在家里面装的一些呃装的什么口红啊什么那些就好我家在喝广西朋友碎银子碎银子是吧啊这这有点糯米的味道挺香的这个挺香的特别适合那种口味比较清淡的哦对因为我我的话我平时就不太喜欢喝这种苦的茶 所以他们喝茶 我都在那里 我说我不喜欢喝 你们喝 这样子的 这个就比较好喝 他们茶了一口 且尝了一口 我本来还以为是那种苦的 我就先米一下 然后觉得好喝 我才把一整个喝完 现在都喝完两杯了 谢谢哥哥姐们 你们一直点赞 你们好辛苦 然后我们这样子的 后面的话就 我们有时间都会在这里 给哥姐们直播 然后带你们出去玩这样子 然后这个地方的话 以后我们就作为一个 喝茶聊天的地方 然后你们 也可以自己泡两杯茶 咱们一起吹一下牛 聊一下天外战的哥姐们 咱们隔着手机 一起对茶入座是吧 对啊对啊 因为我们 以前是在广东那边待 要是待的时间长了 我们就学会喝茶了 要不然我们 我们四川人 是不太喜欢这样子 坐着喝茶聊天的 其实真的说实在话 我们大量上来的话 什么最牛逼 知道哥姐吗 喝什么 喝娃娃娃 娘山人民的娃娃娃 就那个啤酒啊 那个雪花啤酒 喝酒的特别特别猛 你知道吧 一件啤酒可能就贵一个人喝 这样子 他们喝酒这样太猛了 我的话就喝酒不太厉害 他们娘山人喝啤酒 是喝出名了的 这特别是像结婚的时候 结婚的时候 就就就大喜事啊 嗯 什么你知道一面墙 就是很高的 两米多三米的这种墙 然后很长的 然后他们会拟三层外三层的 把这个啤酒全部摆起来 你知道吧 特别特别拟三层外三层的 然后就对了满满满满的 这个一面墙 然后那个啤酒就是 就是就是就是 比如说结婚的时候喝的 然后一天两天 这个啤酒全部被喝完了 有些人喝一天一夜都不醉了 知道吧 所以娘山人喝啤酒真的特别特别凶